谁在抛弃美元,难道只是中国与俄罗斯吗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事实上抛弃美元,在经贸投资方面去美元化,已经形成趋势和潮流。除了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、沙特、伊拉克、巴西、印度等国之外,包括美国的很多盟友,最近也纷纷抛弃美元。 譬如在东盟国家,经贸去美元化和贸易结算本币化,已经形成趋势。4月18日,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公开表示,印尼正推进去美元化和结算货币多样化进程。瓦吉约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仅仅印尼一个东盟国家,已经与中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四国实现了本币结算。 并且正在与韩国央行合作计划,在5月份也同样实现本币结算。请注意,印尼实现本币结算的四个国家当中,竟然有三个都是美国的盟友。正在沟通协商的韩国也是美国盟友。 为什么连美国的盟友都要抛弃美元呢?像日本、韩国这样的国家,那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。 但在与印尼商量,本币结算问题上也是毫不含糊。日本甚至已经开始行动了。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逻辑呢? 其实这其中的根本逻辑在于三点。 一、美国的国家信用和美元的货币信用透支了。说一千到一万,世界各国开始抛弃美元。核心还是美国国家信用和美元的货币信用透支了。 这种透支,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开始了。多年的量变到2022年产生了质变。那就是美国一则冻结,或没收了俄罗斯的外汇资产。 二则,美国完全不顾及任何国家的利益,疯狂加息。这些行动让世界各国都意识到,大量持有美元是有问题的。尤其是持有单一货币过多对各国都是风险。包括美国的盟友。 二、各国对美债已经失去信心。美国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,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。截止到3月17日,美债已突破31.6万亿美元。是GDP的124%。如果按照现在5%的基准利率计算,那么美债仅仅利息一年就近1.6万亿美元。 按现在25.48万亿美元的GDP结算。美国GDP增长率要达到6.3%才能补上这个窟窿。 然而更加残酷的现实是,未来美国要保持经济增长。每年需要发行2万亿美元的国债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美国GDP一年增长1万亿美元都困难。却至少有2万亿美元的窟窿要填。各国对美债还有信心吗?但是你要用美元结算,那手里必然美元越来越多。多余的美元就只能买美债。 另外,如何减少美元在手里的堆积,就只能增加本币结算规模,减少美元结算。三,各国都在进行多元货币的尝试。减少美元结算成为共识的情况下,各国有两个选择。 一个是选择另外一种货币替代美元。这其实已经是很多国家的共识。 譬如俄罗斯、巴西、伊朗、沙特等很多国家,都选择了用人民币作为自己去美元化的选择。 另一个是选择本币结算。这也是很多国家的第一选择,所谓货币多元化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,很多国家都希望扩大自己货币在贸易中的份额。 那么他们都更愿意用本币来结算。美元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比例下降,有多严重呢?过去几个月时间里,下降了几个百分点。 根据最新媒体的报道,美元支付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,已经跌至38.85%。仅仅比欧元的37.79%高一个百分点。当然欧元贸易结算份额,主要源于欧元区内部的贸易结算。 对于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,就对美国提出过警告。他认为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,会削弱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。事实上他警告发出几个月后,这一切就开始陆续发生了。 最近两个曾经的世界首富,都对美国的现状发出了警告。美国前首富,著名投资家巴菲特,在一年一度给投资者的信中明确表达了。 对美国财政赤字远超想象的担心。他说在截至2021年的十年中,美国财政部收到约32.3万亿美元的税收,而支出43.9万亿美元。 巴菲特称,美国的财政赤字很危险。巴菲特说美国财政赤字的危险。其中原因之一,就是他的投资在过去一年出现了巨亏。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,全年亏损228.19亿美元。折合人民币1500亿人民币。 美国前首富,著名企业家马斯克近期也表示。国际社会出现的去美元化趋势,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美国的政策过于强硬,使得各国都想要抛弃美元。再加上美国政府开支过大。这迫使其他国家,承受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通货膨胀。 其实巴菲特和马斯克说的是一件事的两面。美国政府肆无忌惮的财政赤字扩张,让美国的国家信用出现了严重问题。大家开始不太相信美国能够还得起巨额美债。因为美国债务的增长的幅度和利息支出的成本,已经远超美国的GDP增长。 美国靠什么来偿还其不断高增长的债务呢?所有人都开始觉得,美国未来可能会爆发新的债务危机。一方面是美债,美元无休止增加。大家开始不再认可美债和美元,开始去美元化。 另一方面,就是美国单边政策一意孤行。既不考虑他国利益,也不限制自己开支。美国只想把通胀输送给他国自己得利。但现实问题是,世界各国都不是傻子。所以纷纷去美元化。 当大家都推动去美元化的时候,美国疯狂印钞和疯狂发债的逻辑,看起来有些运行不下去了。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巨大危机。现在为啥美国那么着急访华,而中国却不搭理他。 这当然有美国不尊重中国和言而无信的因素。但更加深层的原因在于,中国已经意识到了。美国现在的国力是虚的,而中国的国力才是实的。在国际社会大家开始拒绝美元,却欢迎人民币。那么世界各国欢迎人民币的逻辑又在哪里呢? 这背后的逻辑主要有三个。一是人民币能买到所有可以制造的商品。而美元却不一定,因为中国也开始去美元化。中国并不想接纳更多美元。这促使很多国家要想购买中国制造。必须增加人民币的结算规模。 二是人民币有了一个能与美国相抗衡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。试想,连俄罗斯都能被赶出Swift系统。还有哪国不会被赶出呢?那么选择介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。就符合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利益。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基本常识。所以各国必然欢迎人民币。 三是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产品与服务。中国能为相关国家提供最高级。性价比最高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。这是现在很多国家都无法提供的。所以大家越来越欢迎人民币。大家抛弃美元,抛弃美债。美国所发债务没人买了。八行的美元因为大家拒绝使用出不去了。于是经济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。 要刺激经济发债没人买。美联储如果包援就得大规模印钱。印的钱如果出不去就会导致国内通胀。美联储就得加速把发的钱再收回来。如此循环,经济形势极其危险。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。这就是美国的深层次危机。4月17日,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指出。随着更多国家倾向于增持人民币。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有所下降。不应再将美元和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,视为理所当然。 还称中美竞争加剧,紧张局势将动摇美元统治地位。制裁行动当然会使俄罗斯和伊朗等国。想要找一种替代货币。当大家都在寻找替代货币的时候。美国自己还怎么玩得下去呢? 感谢观看